最近有一件事在内地和香港的网络流传在全世界, 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常哥一看就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出来研究, 因为都会有人问我, 那个报道的标题就是内地神童躺平, 就是说中国内地有一个神童, 他现在就决定躺平, 这个主角就是张先生, 他姓张, 他们说他是神童, 因为他十岁就读大学, 十三岁就读碩士, 十六岁就读博士, 他真是所谓神童很厉害, 即是说他的学业成绩很厉害, 他是搞数学的, 他现在二十八岁了, 他最近接受传媒的专访, 竟然说我现在冒业一生兴, 即是说我不用做事了, 我现在觉得很轻松了, 有时得到父母接济躺平坑老,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我什么都不做, 那就等到老了, 根据访问那裡说, 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因为至少不用看别人的面色, 好了, 事源这位张生, 很小的时候得到很多奖项, 很多国际数学竞赛的金牌, 十岁就考上大学, 成为中国年纪最小的大学生, 十三岁就读到石士, 十六岁就考到应用数学博士班, 打破中国入高等教育年龄最小的纪录, 但现在他定居在上海, 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银行里面的存款, 只剩下几千元, 但依然他就不想做打工仔, 他说级别人打工了, 你还想财富自有? 我现在至少不用看别人的面色, 面对外界的责言, 他就说他自己有一番生存之道, 就说时代变了, 现在无人饿死了, 在运吃等死,反而能够幸福一辈子, 这句话请大家听清楚, 运吃等死,反而能幸福一辈子, 你要是核创业核折腾, 从而把自己折腾没了, 再读一次, 他说现在时代变了, 现在无人饿死, 运吃等死,反而能幸福一辈子, 你要是核创业核折腾, 才容易把自己折腾没了, 由于收入不稳定, 有时他会得到父母的接制, 并坦然每两三个月, 就会主动老爹老妈给一万元我, 表明相当满意言放, 对网友说,选乐的天才, 他认为自己从来无起飞过, 何谈罪落与跌倒, 他亦不认为自己是神童, 好了,报道上都看到, 非常有大反应, 如果他是我的儿子, 我想捏死他那只, 正如我觉得我做父母真是太失败, 这个世界不需要这些人, 世界不需要这些数学神童, 这个世界不需要一世打算躺平享福的人, 凭什么你要享福, 你一日吃三餐,这三餐是怎样来的, 不要觉得长哥现在很不客气, 去判断别人, 我想透过这个例子, 令很多人醒下, 是这样的, 如果我是冒犯了人, 请大家原谅, 如果我的语气不够客气, 不够圆滑, 不好意思, 我是这样值的了, 首先逐一样讲, 如果我是大学校长, 这个是我三十年前讲的, 我不会接受太过年轻的人, 读碩词的, 不要讲读博词, 三十岁才准读碩词, 太多人二十多岁大学毕业, 即刻就读碩词, 即刻读博词, 二十五岁得到博词学位, 不知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 我看了这么多年, 我在大学里面打滚了这么多年, 做了行政我看到, 你未有社会经验读碩词是多余的, 这个世界不需要这些学神童, 对世界有什么贡献, 拿着这些博词, 那又怎样呢, 就是这样, 完全不懂做人, 所谓高分低能就是这些, 他就说, 冒业一身轻, 你冒业一身轻, 你是造成社会寄生虫, 你每一餐都是这么多人种东西给你吃, 我们不种东西给你吃, 你就饿死了, 我们建了一间屋给你住, 大家做一些衣服给你穿, 我们每一个人活多一分钟, 都是欠落全世界很多很多的债, 那你才有东西吃有衣服穿, 有屋住有交通有什么什么, 你凭什么要爹地妈妈要接祭你, 你自己不做事, 要爹地妈妈接祭, 你不觉得丑吗, 你不觉得很失败吗, 你对你现在生活颇为满意, 至少不用看人脸色, 你不看人脸色, 怎会修行升班呢, 我们个个都看人脸色, 唱歌在大学做主任, 跪在那儿求别人很多东西, 每一个大学校长都跪在那儿欠钱, 现在是看人脸色的, 现在你做任何一个官都看人脸色, 你打谁的工都看人脸色, 看人脸色有什么不妥, 这就是一个修行的好机会, 你在那儿逃避, 就是你不想做打工仔, 不想打工仔就是做创业, 不想打工仔有很多东西可以玩的, 你可以自己开一档做和人家按摩的, 和人家什么治疗的, 你可以在那儿画画, 画画不用打工仔的, 卖画,我有朋友卖得很成功的, 你可以去卖唱的, 级别人打工了, 还想有财富自由? 不是的, 很多人打工是怎会无财富自由呢? 打工皇帝大把咯, 你说不想看人脸色, 这才是问题嘛, 你不想看人脸色, 你可以给人脸色的人看的, 你可以做老板的, 他说时代变了, 现在没有人会饿死, 为何现在没有人会饿死呢? 就是因为我们福利社会有这些制度, 大把人在做这麽多事, 日崖日崖, 去帮助那些没钱的人, 怎可以有些人在这不贡献呢? 他说运吃等死反而幸福一辈子, 这句话是完全荒谬的, 你给我一个人人板给我看, 他是运吃等死, 是幸福一辈子的, 什麽叫幸福? 你以为那些人在打机, 或者在嘻嘻人生, 那叫幸福, 不好意思了, 不好意思了, 我看下你幸福了多久, 我看下你健康得多久, 我的幸福定义, 原财完全不是这样, 这位张生说, 如果你核创业核折腾, 那财容易把自己折腾无了, 谁叫你核创业, 谁叫你核折腾? 折腾当然要折腾, 人生折腾了就有进步, 折腾了就升班, 折腾了就开悟, 不折腾怎会开悟? 还有核创业, 创业可以不核, 不懂就学, 强哥不懂创业的, 我以为我在大学中老, 我做研究, 我和学生做教育, 一世不知多 happy, 多满足, 多有面子风光, 但是我的剧本, 生命剧本原来写我, 我要去创业的, 刚刚十年了, 十年前我开档搞餐厅, 搞盘生意, 很多折腾, 很多折腾拿来辛苦, 但是, 但是, 新完之后不苦, 我不是核创业, 谁叫你核创业? 容易把自己自成无料, 我不怕把自己自成无料, 你怕, 好了, 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们应该很多谢, 有些张先生在这里, 提醒我们做人什么叫幸福, 我幸福的定义就是, 这个世界虽然我每一天做的事, 很有价值, 有价值就是帮到人, 帮到这个社会, 帮到这个世界, 帮到人类的文明, 就不是在这里享清福, 所以他们说, 享福折福就是这样, 你以为你享福, 其实你是失去幸福, 幸福是我们觉得自己做的有用, 幸福是我们生命有方向有目标, 觉得做得很有价值,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 这个是很好的, 但是不是好像这位张先生那样, 大家看到, 我不希望人类还有很多神童, 神童是对世界一点都无帮助的, 你这么早拿个博士学位做什么, 可以的, 好像十足就是, 他们现在用激素去康蒙, 去谷那些水果就一样了, 你不停的谷一早炸下来, 我们是需要慢慢成熟教育, 是需要跟着年纪慢慢成熟的, 你这么早读碩士豪博士, 我自己在大学那麽久, 我真的不觉得这些是成功的例子, 我们不需要多些数学神童, 我们需要多些有爱心, 有同理心, 有修行成绩的人, 我这个世界就会明天更好了, 好多谢你收看这段, 听下长歌回应这件事事, 好吗? 多谢你, 大家有什么看法告诉我, 拜拜!